粉色系列服飾印著金魚圖樣 像是悠遊在水中自由自在 大陸新生代藝術家楊娜 把畫作轉換成另一種表現形式 大陸的藝術家玩跨界 選擇把自己所設計的圖樣印製 在服裝上 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服裝設計師 那麼在背後布料的供應商 還有包含紡織廠 通通都是來自台灣 專櫃銷售的上衣裙子洋裝 全都在台灣製作生產 在運往大陸銷售 楊娜和台南老字號 全衣廠合作出52款 光校對色系 就能看出藝術家的堅持 因為需要印製大量圖樣 台灣無水染製技術 環保無污染 應該是世界上工業的 第二大水污染源 就是它因為要大量的水 去漂染它 它可以整個直接把一個板式 印在那個布面上面 然後再進行採檢 在快時尚和電商蓬勃的大陸 產品要衝出量就得快速複製 楊娜選擇讓跨界作品 含有台灣元素 還有另一層考量 去一個地方生產 你必須要保證這個地方 它不會把你的圖像 和你的設計給留到外面去 台灣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大陸年輕世代消費觀念改變 少量精緻開始和大批量生產競爭 賣場這一區產品全來自台灣設計 大陸消費者藉由逛街 就能感受台灣的時尚風格 個人化 然後會走向更多的多元性 那少量多樣的情況下 我認為這是台灣 很重要的一個優勢 從面料到高科技生產技術 台灣防製成衣產業結構轉型 抓住契機逆勢成長 東新聞張運中 劉怡晴在上海報導 味道 雲 在台灣 和蘇,通生 我們要在台灣